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尼基克利大使宣佈將要辭去職務 特朗普總統和克利在白宮桌原營辦公室宣佈了他將要離任的消息 坐在總統身邊的克利說這是終身的榮譽 他在年底前不會離開 特朗普對克利說他們會想念克利 克利做了出色的工作 特朗普形容這位外交官對他非常特殊 是他聯手解決了很多問題的人 他特別提到了伊朗和北韓問題 特朗普總統還說希望他某一刻還會回來 還說克利在他的行政當局可以挑選任何其他工作 曾任南卡羅雷納州州長的克利 在特朗普內閣內部一直是相對溫和的官員 他被任命為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的時候 很多人頗感意外 因為在2016年總統競選期間 他曾批評過特朗普對抗色的風格 而且支持自由市場和全球貿易 而不是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策